女性的自信可能也来自于外形 中国大陆22岁的女子吉伟佳 常年受到了肥胖的困扰 体重曾经高达了126公斤 她参加了石敬秀超级减肥王 减肥之后体重一度只剩下65公斤 但是比赛结束 不但富胖到了103公斤 还伴随了许多后遗症 她上周悄悄来台接受了胃绕道手术 把胃的容量缩到只剩下30cc 双一年之后体重能够降到60公斤 对镜头微微笑来自大陆的吉伟佳 悄悄访台做完胃绕道手术 原因正是因为她常年受肥胖困扰 体重更曾经高达126公斤 2013年她靠参加大陆石敬秀 超级减肥王减肥 体重一度降到65公斤 没想到石敬秀一结束 短短三年快速复胖到106公斤 而且近期大乱又掉发 我觉得好像痛苦比较多 因为每次算瘦下来 但是我知道我又要反弹了 容易出现像清起不顺 那另外有时候她蛋白质摄取不足 或大量的结石 她的蛋白质量不够 她的头发就容易掉 再加上那个大量结石 她产生的一些心理压力 有时候就会让她出现鬼剃头的现象 不耐负胖之苦 鸡卫家来台求诊 做了胃绕道手术 预估一年后 可以恢复到60公斤的正常体重 不过医师提醒有关减肥的手术 除了胃绕道还有非常多种 但想做减重手术的前提是 BMI只要先达到手术标准 亚洲区的标准是 BMI超过32以上 合并疾病就是一个手术的标准 现代人饮食习惯不良 容易引发病态性肥胖 若运动健身还是瘦不下来 再考虑减肥手术 只是手术后 因为肠道吸收面积缩小 需要终身补充维生素 以维持健康 也是手术前需列入考量的 有点TV谢日新游文台北报道